在我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里,历任君王大多都有庞大的后宫,可毕竟君王只有一个,所以大部分后宫家里只能孤老众生,但这并不是最惨的,在后宫中有一些妃子做错事或者被人诬陷挤兑,甚至会被君王打入冷宫。 在如今的宫廷剧中,被打入冷宫的妃子除了不能随意出行,其他似乎和其他宠妃没什么区别,实际上冷宫的生活并不像宫廷剧中那样舒适。 在历史上,冷宫大多都是骨皮阴冷的小庭院,有的甚至连门窗都是破烂不堪的,下难剧暑,东南抗眠,食物也常常是搜的,衣物甚至不能遮体。 可即使是这么艰苦的条件,还是有许多太监想去看守和监护这些被打入冷宫的妃子。 这是因为妃子被打入冷宫时,金银珠宝等财物会被没收,冲入皇宫。 但也可能有一些贴身事物和私人珍藏会成为了王之鱼,所以太监想去冷宫的妃子上搜刮一番。 其次就是,大多数后宫妃子的亲属会给看守的太监一些贿赂和好处,好让冷宫中的妃子过得好一些。 也有一些太监不畏钱财,而为了折磨羞辱曾经的主子一番而到冷宫。 这些太监曾经对主子低头滑腰,毫无尊严。 如今他们看到高高在上的主子被打入冷宫,心里别提多高兴了。 于是,很多太监落井下石,主动申请来冷宫看护妃子。 太监侮辱打骂妃子,在冷宫见怪不怪。 甚至太监还会对妃子做一些下作的事,但是妃子也只能默默忍受,因为在冷宫中,他们和囚犯毫无差别。 曾经风光的皇家妃子如今却是冷宫中的囚犯,只能钟老冷宫,令人叙息不已。